欢迎来到北斗涌频道,今天是2020年3月26日,第70集,今天我们的题材就是恒生银行第二集。 在第一集,我们讲恒生银行的时候,就提及它的历史, 它的2019年业绩的约略介绍,以及它的股价的变动。 我们这一集,希望详细地讲及恒生银行业务的发展状况是如何的。 在这一幅图里,你可以看到这就是2019年业绩报告的其中一个部分。 而我们知道恒生银行的收入大概是来自三大方面的。 第一大方面,就是来自利息的收入。 你可以看到2019年,它的利息收入大概是441亿。 而它的利息支出是119亿元。 那是挺好的,因为它借钱当然是收别人贵的息。 所以它在这个收入里面都做得不错的,有322亿的淨收入。 另外第二项的收入就是属于服务性的收入。 那么服务性的收入呢,它的业务都做得不错的,只是轻微倒退了些少。 那么这一样东西都没问题了,达到64亿5000万左右。 而最后一种就是淋淋淋淋淋淋的另类收入。 另类收入加加慢慢都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如果我们说要看总收入的话,今年2019年恒生银行的总收入大概就是633亿元。 比起2018年的554亿元,其实是多了不少的。 挺好的,有14.26%的增长。 那么业务在2019年有增长,算是还得神乐咯。 另外,就是要看它的支出方面。 支出方面包括了有员工的支出、折旧、无形资产的摊销等等。 加加加,大概是130亿元左右。 看上去都不是太差,只是轻轻地增长了7.31%。 就是给它收入的增长幅度是低很多。 这样就好了。 这样来看的话,理论上,那个业绩就应该会挺好看的。 所以最后到下一行就是这个叫经营日利。 就是它在这个业务里面可以赚到的钱大概是286亿元左右。 好了,跟着又有些加加减减减。 最终在年内,这个恒生银行最终全年就赚到248亿元。 比起去年,其实又不是增长很多。 都是多了大概是2.6%。 但是在所有企业公布业绩来说,有增长已经算是非常难得。 我们看完恒生银行2019年的业务表现之后, 其实我们都要看他们的资产。 在这一幅图里面提供了5年的资产状况。 但我不需要你们看完。 我们最主要集中在2019年那里就可以了。 而在2019年里面,有两个项目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恒生银行的总资产。 如果以2019年来计算,它的总资产是达到16770亿元。 这个就真的大到不能了。 另外,如果我们与2015年比较的话, 2015年当时的总资产只有13344亿元。 所以资产的增长率在这5年里面大概增长了超过25%。 另外一个要看的就是总负债。 总负债在2019年里面大概是14981亿元。 这些负债全部都是属于顾客的存款。 所以他们管理顾客的存款一定要很小心。 有什么事起上来的话, 银行真是赔不起的。 而这个总负债的增长率也是很平均的。 在这5年里面也增长了超过25%。 即是这两个方面看来,恒生银行的发展是平均的。 另外,我们就看看他派息方面。 在2019年,他每股盈利大概是12.77。 他今年也有增长。 上年2018年只是全年派7.5, 但今年就派8.22。 如果以这个赚12.77, 派8.22这个水平来计的话, 他的派息比率大概是超过64%。 即是换句话来说, 如果我们预期2020年生意不好, 他的派息比率也可以相应提高, 都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最重要就是热绩倒退, 不要倒退得太过难看, 那就已经很足够了。 另外,我们要谈谈2015年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因为他有个特别的股息。 这个特别的股息应该在上一集已经提供过了。 就是因为他卖出了部分其他银行的股权, 得到的几百亿, 就当做小小的礼物送给股东, 所以就特别派股息3元给股东。 余下的时间, 大部分都是没有派过特别股息的。 但我们有一件事可以看得比较明显的, 就是他派息的比率都是有持续增长的, 或者派息的金额有持续增长。 如果我们预期下一年的业绩不好, 如果他可以派回保守的8.2, 和今年一样, 那我们都收货了。 如果还有少少增长, 不要多说, 升到8.5, 多3毛钱, 那我们觉得这只股票应该是值得增持的。 那我们当然要看其他的因素, 我们才可以再作一个决定。 刚才我们刚刚说完, 恒生银行的收入是可以分开成三大类的收入。 在这一幅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恒生银行最主要是有三大业务。 因为这些字太小了,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 大概的业务就是分开成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 这是第一范。 第二范就是商业银行的业务。 第三范就是环球银行的业务。 这三个业务呢, 刚才我们说, 就是说它的收入有六百多亿。 那这六百多亿就是融入这三大业务里面。 那你见到这里就间开四格, 咦?为什么会有四格呢? 没错了, 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其他业务。 但其他业务其实是没什么赚钱的, 所以可以不理的。 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头的一、二、三项才是最重要的。 那在这三个业务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最清楚的, 就是它的收入的来源是属于哪一范呢? 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就是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的业务。 因为这是大部分是本地化的业务。 所以它的收入有成接近67%都是来自这个业务。 所以这个业务不可以出任何差错。 有什么起事上来, 整家银行的业绩就会很难看。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商业银行的业务。 它占了大概23%。 另外环球业务, 因为外面的环境应该都不太好。 所以它占的比重就不算多,一成都不够。 所以这个就是恒生银行整个收入的结构图来的。 我们可以看清楚。 所以我们今年求神拜佛希望香港的零售市道做得好的话, 它这个零售银行就会有好的表现。 另外我们要说的是收入。 但是这些零售银行也好,商业银行也好, 它们的收入或者利润多不多呢? 零售银行的收入大概占整体业务的收入是超过五成的。 就是53.4%。 你看到它收入就多了。 但是如果说利润,它又不是说拿得很多。 所以应该都算是竞争性大的。 有两个情况会影响到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香港的经济环境转叉的话, 这些生意就比较难搞些。 第二个就是我们香港也开始陆陆续续有这些虚拟的银行的出现。 它们很可能会用一些策略去欠这些市场。 看看会不会有些存款会不会流失去其他虚拟银行那里。 因为这始终都是一个新的竞争者。 它新加入这个银行的业务的话, 它们用一些策略去吸引新的客源一点都不奇怪。 另外,商业银行的业务或者利润的比重大概是三成多。 这个业务就是看看工商界究竟业务多不多。 如果好像最近那样不断都有那些大小企的企业都要倒闭的, 或者是经营很有困难的。 这方面的业务相对来说都会再差一点。 环球业务就不用说了。 你看回她妈妈,就是汇丰银行的表现, 你就知道环球业务很可能都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如果不用亏钱的话,都已经偷笑了。 所以总括来说,我们恒生银行大部分主要是看着零售银行。 因为这个零售银行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业务, 不可以有任何差池。 恒生银行或者其他银行现在存在一个隐忧, 就是美国它可能会大量印银子,就是做QE。 这个大量印银子的话就会令到利息越来越低迷, 可能会推到利息到接近零的水平。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这个息差的影响就颇大了。 所以最近所有银行股都是因为这个情况令到股价下跌。 银行都要想办法看看如何开拓资源, 或者如何开拓新的业务做得好些。 其中一个可以注意的就是非利息的收入。 在这个非利息的收入里面, 恒生银行以下这幅图可以告诉你, 它的收入来源大概就是以下这几款的。 包括在信贷融资方面,信用卡,贸易服务,证券,零售投资基金, 以及汇款方面。 至于哪一个业务跌得最厉害呢? 就是这两个业务。 一个就是证券经纪的相关业务, 另一个就是汇款的业务。 这两个其实都是抵打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先讲一下汇款。 汇款这些大型银行通常收得很贵的。 他们可能就算知道外面竞争, 但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减减到手续费。 你不减的话, 人家又觉得汇款在第二间银行做, 或者在第二个证券机构也好, 财务机构也好, 人家都可能是很稳定的。 但是人家的手续费便宜你一大截, 那你哪有竞争性呢? 所以在这方面, 如果他想做好一点的话, 看怕来年都真的要减下价, 才可以令到多些客户用回恒生银行的服务。 另一个就是证券的业务。 证券的业务, 我可以告诉你, 恒生银行现在收紧的买卖股票的手续费 是比我现在这间中信银行贵一倍的。 更不要说跟要财比, 或者跟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来比。 这样的价钱, 去跟人竞争, 有没有得捏? 没有的嘛。 所以不怪得知, 这两行业务和2018年比较, 都是相相跌了20%的。 如果在利息方面的收入都不会做得好, 在非利息收入方面, 就要想想想, 今年的环境这么差,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减价, 而提高顾客的使用率, 令收入可以增加呢? 如果不是的话, 利息收入那边又跌, 非利息收入那边, 如果再跌的话, 就齐齐跌。 整间公司的盈利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不过今年2020年, 大家都不需要对恒生银行太乐观了。 只要环境不要差得太厉害, 或者还可以多看一会儿, 看看它不会差到哪里, 但是如果环境再恶劣下去的话, 我是怕它撥避会多, 撥避得多的话, 这间银行就会很麻烦。 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人都认定 恒生银行是一间比较稳健的一间银行。 事实上是否呢?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评级报告, 可以看到的。 恒生银行大概可以分开作两大类, 一种是本地的恒生银行, 一种是它内地中国大陆的恒生银行。 在这一幅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标普和目的都会为恒生银行和恒生银行的中国业务作出一个评级。 你可以看到红色这个圈圈, 就告诉我们, 它在香港的业务大部分都是得最顶级的级数。 所以信贷评级, 是告诉我们, 风险是极低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告诉我们, 恒生银行确实是一间比较稳健的银行。 至于它内地的业务, 评级会怎样呢? 就差了少少, 但仍然在A级组级。 他们的信贷评级都相对来说是偏低的。 希望它做得好, 因为内地方面, 现在的情况可能比香港更加坏。 那会不会令到它在内地那边的坏账会多些呢? 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看看它最后会说些什么。 讲开恒生银行在内地的业务, 你们可以看到这一幅图, 就可以看到它大概的业务分布在中国的哪一部分。 根据它网站的提供, 就是说它现在大约在全国里面有50个网点, 即是可以提供服务。 至于它提供什么服务呢? 我就讲不了给大家听了。 但有一件事我希望大家加多些注意的, 就是在贷款活动方面, 恒生银行在2019年底的时候 一共是借出了9460亿元出去的。 当中借给香港人的话, 或者香港本土的生意大概占了7110亿元。 这个数量大概占75%左右。 另外还有2020亿元是借回大陆的。 这笔钱大概占了15%左右, 或者占20%左右。 所以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得出, 最重要就是中国内地这2200亿的资产, 不要有变坏得太快的情况出现。 希望2020年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稳健的收入和盈利。 但这两个借钱出去的地方, 香港和内地, 究竟能不能够做到我们所预计的稳稳阵阵呢? 要看上半年的业绩公布, 我们才会知道内地和香港的情况究竟会有多么恶劣。 恒生银行就会在3月20日就派了股息。 所以我之前做了一点的调查, 就是想看它的股价的变动, 究竟在派息前和派息之后有什么分别呢? 例如在3月10日的时候, 恒生银行的股价仍赔回大约143元左右。 市况会有高有低, 最低的时候就跌到3月18日, 即是派息前两天就跌到132.9, 但是在派息当日又再升了多少。 但是升了多少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它升的幅度不算多。 那现在是在做多少? 现在就是在做132.1, 今天的收市价来的。 如果有些投资者, 他们很不幸在最高位的时候, 譬如说在大概210多元买入的话, 现在来说就输了接近四成。 那没办法,环境是差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长线的投资者, 是拥有恒生银行的股份股票的话, 你可能是很低位买入的。 其实现在这个价钱对你的影响不大。 一句说完, 恒生银行是我们香港的本地银行, 它业务主要集中在我们香港本地为主。 如果你觉得我们香港的未来前途也不会差到哪里, 而恒生银行它又以稳健为清, 所以如果拿着它的话, 长线投资可能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大家不妨再动高长板, 想清楚你究竟值不值得再投资在这家银行身上。 在这里再一次多谢各位收看这条影片。 亦希望同时你们可以推介给你的朋友, 订阅多我的频道。 另外,如果可以再为我按一按钟仔, 令我的影片可以尽快送到各位的面前, 那就最好了。 为了以示鼓励, 希望你们看完这一套影片之后, 可以给个like我, 那就最好了。 多谢各位的支持!